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非常可爱的小车 熊猫mini 这台车是一个滚滚白的颜色 它整个车的设计员是以大熊猫为灵感的 所以看它的两个大灯非常Q非常萌 包括这个撞色的饰条 让整个车更有一点活力了 充电口的部分设计在了整个车的最前面 这样方便咱们去直接进行一个充电 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去想 我的充电口是在左边还是右边了 这样就可以直接的进行一个充电的动作 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侧面 是一个2015毫米的轴距 配备的是一个14寸的轮毂 14寸的轮毂是以小熊猫的手掌作为设计语言的 三个半这样分布开来的非常可爱 而且14寸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也是刚刚好 比较值得一说的是它后视镜的部分 后视镜它是做了一个仿碳纤维的面板的这种包裹 让整个车的运动感更强了一点 这样的话也不用说 我们女生开的就是要非常可爱非常萌 我们也有比较运动的一面 然后说到它这个车门 因为它这是一个两门车嘛 两门车的通病呢 是这个车门会比较长一点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停车的位置啊 跟旁边车的距离会有一定的要求 比较容易撞上 但是它比较好的一点是 它的车门足够长 所以我们后排的乘客出来上去的时候 不用去特别重点的去挪前排座椅的这个长度 我们就是这种空间像我这种比较瘦小的女生来说 其实正常的出入就是足够了的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尾部 大灯呢是做了两个双C的这种设计语言 这一点还是比较独特的 所以从后面看到我们的尾灯 会直接发现这就是一台熊猫mini 说到它的后排啊 打开后备箱之后可以看到 它这部分的空间确实是有一点紧凑了 但是像我的这种包 或者说是一两双鞋 一些其他的小东西放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比较大的后排空间的话 也没有问题 直接拉它的这两条绳 把它的这个后座放倒就可以了 你放倒了之后呢 就会得到了一个800升的超大的这种 后备箱的储物空间 但是如果你想要坐四个人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缩小一点这个储物空间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饰怎么样呢 这台车内饰呢 用的是这种拼刺的设计 还是挺好看的 然后前面给到了一个9.2英寸的仪表盘 基本上所有我需要的信息 其实都能在上面非常清晰的显示出来 因为还是比较长的嘛 然后中间呢 它是一个8英寸的这种中控屏 然后它整个车的这个系统啊 车机的流畅度还是比较顺的 而且它做的非常简约 这一点我觉得很不错 很符合这个我们女生开设的习惯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 下面是一个空调出风口 然后给到了物理按键 物理按键就很不错了 我们女生不一定非要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中控盘上 找不到的一些东西 直接像空调啊开锁啊 在这里手动的去控制就OK了 然后一个扭动的这个挂挡的方式 它这台车最多的其实就是储物空间了 因为这台车的内饰 它里面其实空间不是特别大 所以它把能做成储物空间的地方 基本上都做成储物空间 两边的门上 基本上你发现你能看见 能做这个储物空间的地方 它都给你做了 包括副驾的前面 也有一个这个储物盒 然后它虽然没有了手套箱 但是也给你做了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还有一点比较实用的是 它把前面这一部分 整个套空给你做成了一个超长的储物空间 你可以放很多东西在这里 然后是一个64寸的这种全景的天幕 它这个天幕用的是一个PVB的夹层玻璃 可以防晒 可以隔热 防紫外线 但是所有这种全景天幕都有一个通病嘛 就是太阳特别大 特别晒的时候 它体感还是能感到一定的温度的 它这个座椅啊 也是做了这种整体包裹性 还是比较好的 我坐起来也是比较舒服 但是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 然后它比较人性化 比较贴心的啊 是我们女孩子嘛 经常会在车上喝个奶茶 喝咖啡什么的 吃个东西 没有那么注意这一方面的事情 就很有可能会撒在这个座椅上 它做了一个这种防污 防脏防水的这种座椅套 而且做的这个拼色的颜色 也是挺好看的 这个座椅呢 我其实已经调到了一个 我的驾驶坐姿 可以看到后面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坐两个人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说大家想起来 或者外观看上去里面空间那么小 它总体来说 我觉得内饰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现在我已经开上这台车了 给我的感觉 第一 我觉得它的操控特别好 因为可能基于它这辆车 本身就比较小啊 所以我看起来 真的就是直哪打哪的那种感觉 非常灵活轻便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适合女生开 而且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方向盘回正 回的特别好 就这一个点 我觉得特别适合我们女性司机啊 你不太需要去怎么特别注意它的操控 它自己回味回的特别的端正 它这台车呢是有两个档 一个是运动 一个是普通正常的行驶状态 像我们平常如果想稍微 激进一点的驾驶这辆车呢 我觉得可以调到这个运动模式 给你的感觉其实也挺不错的 也挺快的 响应也是挺好的 它这个店门 它还有一个最小的转半径是4米 只有4米 这就实现了我们很多人 想实现的一把掉头这种事 就算是比较小的路口啊 你也其实也可以很轻松的 去实现这个一把掉头的问题 这台车呢是一个200公里续航的版本 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个快充方面啊 我们刚才已经试过几次了 这两天 它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从30%充到80% 这一点对于现在用车来说 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那我现在试驾完了这台熊猫mini啊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 这台车真的非常小巧轻便 特别适合一些女生啊 日常通行或者一些小距离的出行 那你们觉得5万块钱左右 买这台车适合什么样的人开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